来来来 您把这个解读一下 这是我们Toybox整个底层逻辑 其实我们要做一个DTC的直面消费者的品牌 这也是在近几年 就是美国互联网渠道里边 其实创业 特别消费了品牌创业的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只做三件事 然后产品的销售 还有我们教育培训 还有我们的赛事活动 然后我们重点focus的三个方向 就是产品 然后渠道 再加我们的整个促销 是这样 因为初创公司 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 或者资源去做媒介的投放 那我们其实会重点focus在 社会化媒体方面的推广 然后这是我们几年时间 做的产品开发 我们从最初的 我们就Toybox原起 是给父母孩子超级玩具盒子 由父母孩子一起组装起来 这是第一场景 第二一起锻炼 第三参加我们的比赛 实际上我们基础版三个颜色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限量版 包括我们升级的竞赛版 我们有太纤维有太合金 是这样的 刚才我一直在听所有的人跟你的交流过程 然后我也花时间看了一下你的一些新闻报道 我觉得我们对他的面试 可能确实得用一些不一样的方法 因为他过去已经算管理层 然后也自己创业 那他要讲自己的经历很容易讲成我们 就很难讲自己一个人了 因为他不是一个销售或者某一个具体的岗位 这个确实会存在这种问题 包括你们刚才提到说 他说去测试 我觉得作为管理者 他说到这一层 至少证明他在这个方面有这个概念 但具体怎么测的 包括当时测到的结果 跟现在还比不比配 有可能是不重要 但是我想问一些 更跟你近一点 你最后那家公司 对吧 叫Toybox 对 你是CEO 还是联创 我就是创始人 对吧 你就是创始人 然后你卖掉了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卖掉了以后 为什么没有在这家公司 继续有一定的 叫履职的一定的年限 为什么没有 你马上就走了 其实我现在还兼职这间公司的 那个就是营销方面的咨询的 那这个对你来说 你下一份工作又是兼职 那个不收费的 那个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没有 所谓的业绩承诺和 对对对对 因为Toybox对我来讲是孩子 是我的梦想 没问题 对对对 你后面找的工作 不是这个行业了 那这个问题我就到这儿 下一个问题是 你来是奔着梦泉来的 对对对 你有做过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吗 很坦率讲 我了解不是很多 然后也是搜列资料来学习 坦白讲 我也觉得你是过去一段时间来 到这个舞台求职合伙人的 基本素质里算不错的 谢谢 那你这样来找一份工作 你又是奔着梦泉来的 又是在化妆品行业 你是熟悉的 为什么不做准备 我是昨天才知道前天 孟泉他参加 前天也够时间了 对对 不找理由不找理由 如果你连这个研究都没有 那你就变成一个 把自己降下来找工作了 那我们只能把 按你一个普通的经理 或者高级经理这种岗位来找 那我不会付出三万五万的 对吧 那只能说明一点 他对于这次到菲尼莫属来面 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对或者是他就是来展示 不是 你不要解释 你要抱着了 就是说我今天就一定要到那儿去入职 那一定做足了准备 要搞定贺东东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同事在电梯里当着领导的面 接面试电话 你觉得他是何用意 对对对 释放信息吧 释放什么信息 释放那个升职或者条心的信息 他想走吗 应该是不想走 李健就是你刚才这道题 没有回答得很完整 就是你最好就是把你对他题目的 解读的深层意思讲出来 是老师在引导你 所以没有展示出你职场这个职位该有的情商 明白 因为这个题目本身他想判断的是一个人在公司的场景当中 你的人际相处 包括你面对你 假设你要去做亲生或者跟老板做溢价 你应该是用什么样的自卫逻辑 你也可以讲个证明案例都行 OK OK 但是你没有展示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他敢于在领导面前说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估计他已经做了相对应的准备了 他可能用这种方式在告知 人跟人考虑问题方式不一样 那也许是职位也许是薪水 也许他已经有更好的方向 是这样 这个还等于还没回答问题 还没回答 对 你现在其实把他 他问你在事和用意 也就是说他也是有目的性的 对不对 对 而不是被动 你刚才整个回答都是被动的 说这个就是说明什么 比如说我如果在领导面前接个电话 我也敢接 我说这个今天面试我就不去了 然后我回过头来 我问跟老板谈 你说我觉得的确最近有些困惑 我需要跟您谈谈 我自己心里的想法 交交心对不对 我希望在公司展示我的能力 我希望有个机会 我补一个问题 然后决定我们留不留灯 谢谢 首先我觉得可能也是 可能东东也想问 首先不是合伙人 你做不做 不是合伙人 你做不做 对 可以去拿我的时间成本 去证明我的价值 这个都是 就品牌总监做不做 可以可以 对因为这个都是未知的 不知道 没错 或许可以 也可能不知道 所以呢 比如说经理级 或者说总监级 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 可以接受 如果不让你负责 全面的市场营销 只负责整个市场里面的 某一个部分的 具体的执行的工作 你做不做 可以没问题 或许都不带团队 可以 我们是职场老兵了 这么多年 对吧 未来有多大的这个 未来或者说 希望 那都是干出来的 可能会超预期 所以你的基础的第一步 重新出发的 最低心理的限度是多少 说个实话 其实那个 三万是我的底线 三万就是底线 也没什么好意思 说是底线就是底线 因为是这样子 我作为一个创业 还创的 我不算成功 还算成了 然后我重新再出来面试 面试机会 其实也需要勇气 理解 理解 明白完全理解 而且你确实干过 最后一个问题 对 你在社会上 或者在职场上 没有机会吗 就是你在来之前 有没有什么 有 我其实在几个offer当中 在选 然后也会有些机会 但是我觉得 我的经历里面 更多是从零到一 我可以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说我可能觉得梦庄 已经有一定基础规模了 我觉得我能带来什么 我能带来我之前的经历 然后那些渠道的经验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 来 第二轮选择虚活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 谈前不上感情 实际上李健 就是说为什么给你留呢 因为咱们俩行业差得挺远的 我们是一家IT公司 我们做云计算的 所以刚才其实说 我特别想问你的几个问题 就是说首先你的心态 有没有规定好 我给你的岗位 就是市场部的 可以叫活动经理吧 因为我每年 大概有一两百场的活动 有的自己主办的 有的是参加别人的 所以我看你在所有的 过往的经历里面 我觉得你看到这个职位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薪酬的话 我觉得 我给你两万五吧 你先试一下 感谢 我个人一定会 看重人跟事 然后一定会把事做好 考虑完了 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决定 金山云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金山云 不是三万块钱是底线吗 怎么突破到两万五了 我要对起这份诚意 再见 好好干啊 好 好 谢谢 再见